中国东部沿海浙江省的西坦村没有雪花 更没有圣诞老人在冰天雪地中的北极礼品作坊 可是去年,这个村子向远在欧洲、美国和巴西等地方 出口了大约100万美元的圣诞饰品和礼品 王联明是西坦最早成立的圣诞礼品公司之一 瑞安是双名圣诞礼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他也是村党委书记 王联明说,虽然他的主要客户仍然来自海外 可是客户结构正在发生改变 以前是国外过圣诞节 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圣诞节 经过这几年发展 我们国内也走不走都知道这个圣诞节 所以说这些小礼品国内也下出现在很好 在生产圣诞礼品之前 双名公司也生产迪斯科彩球 现在还在做 和这里的很多工厂一样 双名还生产万圣节等其他西方节日的装饰品 西坦有大约3000人口 狭窄的街道和四周的山丘里 分布着大约40家较大的工厂 和200家左右较小的作坊 比如路边的这家仓库 像彭先生这样的工人 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寻找机会 虽然西坦有众多的基督教徒 可是居民们说 是这里高超的手工艺 而不是宗教信仰 使得礼品成为这里的主要工业 王宋江也是一家工厂的老板 他说他不知道圣诞礼品 或者圣诞节的意义 过去这里可以更加公开的庆祝圣诞节 这段2011年YouTube上的视频显示 警察正在驱散人们的庆祝活动 因为有人反映说 庆祝活动变成了宗教活动 当地的基督教徒说 当局取缔了以下已经批准的活动 由于这个宗教问题 所以说这个记录以后这个事情 我们就没有办了 因为这个我们是文化 变成一个宗教那就不对了 王联明说 庆祝活动应该更多的庆祝西坦出名的原因 以及西坦的创造和寻找商机的能力 美国之音爱德西坦报导 现在我们是文化的地方 是文化的移动 大学经常会更多的庆祝活动 现在我们是文化的地方 也能够注意到 在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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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